2024最新美剧《海上密室谋杀案》震撼来袭 这部剧被誉为现实版名侦探柯南 案件不看到最后根本想不到凶手是谁 这对于那些喜欢烧脑破案的小伙伴 一定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故事一开始 一个戴着眼睛的胖子 就死在了豪华游轮里的房间中 胖子的腹部被一根鱼枪贯穿定在了墙上 与此同时轮船主管还在给所有船员开早会 因为这艘游轮上的客人都是身价百亿的顶级富豪 所以他们必须把每一位顾客当成自己的上帝 而在这艘游轮里有很多家族 就比如科利尔家族 家族中的艾利一向非常难伺候 而且作为一名版和拉拉 他每天都会将自己的女情人长发点待在身边 艾利还有一个哥哥罗恩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赌博 要不是因为科利尔家族家底子后 恐怕整个家族产业都会被这小子输光 艾利还有一位儿时玩扮金发妹 因为父母死得早艾利的妇女就将其收养 同时在这艘游轮上 还有很多为科利尔家族服务的人 他们的李氏家族也同样不能招人 他们掌控着全球最顶级的时尚帝国 也是亚裔中最富有的家族 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是这位白发奶奶 而让主管没想到的是 就在历会结束后不久 游轮上就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这样的事自然也惊动了游轮老板 两人看着胖子被顶在墙壁上 主管还感觉这样的死法毫无违和感 与此同时得知胖子死了的消息 最慌张的却是科利尔家族的金发妹 因为白天胖子对自己出言不逊 晚上金发妹就偷偷溜进了胖子的房间 砸碎了她那价值几百万的金表 可没曾想等自己出来时才注意到 走廊里的监控已经将她的一举一动拍了下来 如今胖子死了 那自己岂不是成了头号怀疑对象 即便自己没有杀人 这事要是传出去整个家族都会蒙羞 于是金发妹马上溜进了监控室 打算将自己那段录像摸掉 可很快她就发现这录像中有七秒时间没有任何画面 而这边的主管已经召集了所有船员开会 她表示虽然发生了谋杀案 不过好在船上有一位著名侦探鲁夫斯 在邮轮抗案之前所有人都要配合鲁夫斯 很快金发妹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刚坐到床上就听见厕所弹来声音 她以为是和自己打针的男人还没走 没曾想走出来的竟然是侦探鲁夫斯 面对突然闯进自己房间的侦探 心虚的金发妹马上拿起电话打算叫人 结果鲁夫斯却说出了一句话 看着眼前的鲁夫斯金发妹竟然开始微笑 原来在金毛妹还是小女孩时两人就认识 当年母亲被炸死的案件就是鲁夫斯负责调查 可因为案件线索太少母亲被炸得尸骨无存 最终成了一桩悬案 可能也是因为这件事 让金发妹对鲁夫斯很有成见 然而现在邮轮距离靠岸还有不到24小时 给金发妹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究竟案件会如何发展 凶手究竟会是谁 一切的一切也将被鲁夫斯揭开真相 豪华邮轮行驶第一天就出现密室谋杀案 死者生前是个素质低下的富豪 他被人用鱼枪钉在了以竹子为背景的墙壁之上 虽然画面毫无违和感 金发妹就曾被死者调戏 所以在死者死亡当晚 他才溜进房间砸碎了死者的金表抱负 可如今对方死了 这下金发妹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 好在侦探鲁夫斯和金发妹从小就认识 他知道金发妹是无辜的 为了找到真凶为金发妹摆脱嫌疑 两人也来到了案发现场 看着眼前的尸体 金发妹不出意外地开始呕吐 鲁夫斯环顾四周表示 这是一起典型的密室谋杀案 除了门窗所有地方都是密封的 从血液颜色看死者已经死了有六个小时 金发妹一听马上想到这一点 似乎足以证明他不是凶手 因为从时间上来看 自己进入死者房间的时间实在凌晨两点 而且自己砸碎的那块金表 时间也停留在这一刻 然而鲁夫斯却知道这根本不能当作证据 毕竟手表的时间可以随意调整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凶手的作案动机 因为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所以现在还无从下手调查 想到这里鲁夫斯突然想到了 第一个看见死者的人 也就是那个前来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 所以鲁夫斯马上将他叫了过来 因为语言不通 主管在一旁充当起了翻译 可随着主管的翻译 鲁夫斯知道主管在隐瞒着什么 因为鲁夫斯其实听得懂悦语 很显然主管翻译的和阿姨说的对不上 这样的情况让鲁夫斯意识到 这起密室谋杀案很可能没有表面上那样简单 既然主管故意混淆试听 那就要先找到谁才是主管幕后的老大 随后鲁夫斯就让金发妹回忆 昨晚发生的全部细节 为了彻底洗清嫌疑 金发妹开始全面回忆 案发当晚她偷偷溜进死者房间后 就将房卡放在了桌子上 随后就看见死者的衬衣放在了一个餐车上 可问题是那个餐车现在似乎不见了 现在看来凶手很可能就藏在那个餐车里 两人马上开始利用餐车模拟凶手的撤退路线 可尽管如此案件依旧扑朔迷离 晚上金发妹突然发现了鲁夫斯写的自传 这也让她想起了当初 她忽然放弃调查自己母亲死亡的真相 一切都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随着金发妹的回忆 她忽然发现 当年那个给鲁夫斯开车的助手 竟然就是今天的死者 这一刻金发妹的后背发凉 一种预感突然在她的心中迸发 金发妹马上找到鲁夫斯质问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跟死者的关系 这次上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金发妹的逼问下 鲁夫斯不得不对她说出实情 原来有一天助手胖子突然得到消息 金发妹的养父母正在招募合伙人 而要成为合伙人的前提 就是要公布自己公司十年内的账目 以此来证明自己公司的完全干净 这让鲁夫斯想到了全是滔天的报纲 正是这个人 让当年的她无法再调查金发妹母亲被杀的案子 所以两人就想利用这一点对付鲁刚 继续调查这起案子 给金发妹一个交代 听着鲁夫斯的话金发妹无比感动 不知过了多久 她从鲁夫斯的房间里出来 面对家族的人 她一把抱住了干姐姐 还给了她一张纸片 随后就开始观察家族中所有成员的表情 因为接下来鲁夫斯将对所有人展开审问 第一个被询问的是科利尔家族的法律顾问 面对鲁夫斯的询问 这个人却只给了她一个中指 可也因为这个动作 让鲁夫斯看见法律顾问的手腕受伤了 第二个被询问的人是艾莉的哥哥罗恩 她的嫌疑似乎最小 因为她总是在反问我为什么要杀自己的投资者 第三个被询问的人是艾莉 她似乎对所有事都一无所知 脑子里都是和自己的女宝贝在一起时的甜蜜 很快她的女朋友也被叫了进来 不知为何她全程一句话不说 一直都在保持沉默 紧接着艾莉的妈妈却很配合 不过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最后是李家女儿的话让鲁夫斯产生了兴趣 她看见那天艾莉一家在吃饭 结果那个死胖子就突然出现 艾莉看见胖子似乎很是讨厌 因为她偷拍了自己女友的照片 女友过去让胖子把照片删了 可胖子是弟弟的投资者 马上过去劝说姐姐给自己个面子 然而此时的女友却已经将胖子的手机扔进了冰头 李家女儿认为一定是艾莉杀了胖子 面对这样的话一直保持沉默的艾莉女友终于开口 原来李家女儿之前和艾莉的女友也是拉拉 如今前女友跟了艾莉这种污蔑就是一种嫉妒 面对这样的话李家女儿也不再说什么 反而话锋一转告诉鲁夫斯 艾莉的父母之所以要找投资 就是因为他们的集团已经濒临破产 如今找不到投资者 他们李家就是整个克里尔家族最后的希望 可所有克里尔家族的人却都在否认这样的话 随着所有人都问了一拳 最后鲁夫斯叫来了在邮轮上旅行的女州长和牧师 由于牧师和胖子是好朋友 州长就是由牧师引荐才认识的胖子 而胖子认识州长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帮自己牵线认识检察官 在两人聊天时鲁夫斯发现女州长一直在打喷嚏 这说明女州长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现在看来最有动机的人就是艾莉的女友 所以鲁夫斯再次将她叫了过来 询问她案发当晚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当然是和艾莉在做羞羞的事 可鲁夫斯却知道在那天晚上胖子回房间之前 两人曾有过一次对话 没想到这件事鲁夫斯竟然知道 艾莉的女友索性也就说了 因为自己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 所以她感觉三番五次遇到胖子 说不定那次车祸就是胖子搞的狗 然而鲁夫斯却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艾莉的女友抓了 在最后的最后 其实在这个船上却没有询问金发妹的养父和这艘游轮的老板 由于金发妹的父亲并没有作爱时间 所以鲁夫斯来到了尤伦老板的房间 在她的房间里她发现了一份担保协议 原来金发妹的养父为了寻找投资 就让尤伦的老板成为他们的担保人 很快老板就回到了房间 结果鲁夫斯竟直接问了她一个问题 眼看鲁夫斯这是直接把自己当成了杀人凶手 为了洗清嫌疑老板 进一个电话叫来了朋友西庄姐 西庄姐是国际刑警高级调查员 作为一名对时间要求非常苛刻的人 西庄姐每天都会看阿加沙的侦探小说 而且录音工具也是随身携带 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尸体 根据伤口来看死者是被鱼枪杀死 而鱼枪又是胖子自己带到房间的 也就是说凶手的杀人方式很随意 说不准是因为和胖子发生口角 最后才突然有了杀人的想法 这才拿起鱼枪干死了胖子 紧接着西庄姐就来到了凶杀现场 看见了那块劳利士手表 她一眼就看出这手表是用盾气砸坏的 因为如此名贵的手表根本就砸不坏 可问题是凶手为什么会砸坏手表 当然是为了报复 一定是胖子之前因为某种原因得罪了凶手 所以凶手打算用砸坏手表的方式报复 可没曾想砸碎手表的声音却将胖子吵起 结果该发生的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凶手就是砸碎这块手表的人 听着西庄姐的话 鲁夫斯立刻就开始拍马屁 表示国际刑警果然能人辈出 看来自己还真是应该退休了 可心里却在嘲讽西装姐 推理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要是光看表面就能破案自己早就找到真凶了 与此同时 因为这起突如其来的凶杀案 李家女儿找到了爱丽 表示他们家族要退出这次投资 此话一出这让爱丽有些措手不及 因为如果李家不投资 那他们的科利尔家族这次很可能就真的会破产 第二天爱丽就找到了李家奶奶 她无比真诚地希望对方能够帮自己家族一把 事成之后一切条件李家都可以提 然而李家奶奶却用无比正宗的汉语对她说 你一个人说的话不算数 我得听听大家怎么说呀 很显然李家奶奶这是感觉爱丽身份不够 所以爱丽马上找到了父亲 希望她去找李家奶奶谈一谈 可父亲却指责爱丽家族走到今天都是因为她 另一边鲁夫斯也将西装姐的一番推断告诉了金发妹 现在西装姐一口咬定 打碎手表的人就是杀人凶手 虽然她现在还不知道手表就是金发妹咋的 可这件事要是继续查下去 很可能会漏下 所以现在两人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克里尔家族的公司账本 查找他们公司亏损的原因 从而找到引起亏损的家族成员 说不定这就是这起案件的关键 从谋杀案开始至今已经过去12个小时 眼看距离靠岸的时间越来越近 鲁夫斯也决定查看克里尔家族集团的账本 可账本却在邮轮老板的保险柜里 金发妹只能选择成为一名小偷 可他刚要打开保险柜就被邮轮老板和主管抓到 因邮轮老板私下里和金发妹关系不错也不打算报警 就让主管离开了 眼看自己被抓金发妹干脆将自己偷账本的原因告诉了老板 所以金发妹希望邮轮老板能帮自己一把 与此同时女州长和牧师却在甲板上聊天 女州长希望牧师帮助自己 因为在案发当晚就是女州长给胖子下了用餐单 而下单的命令又是一位神秘人让女州长的团队办的 也就是说这位神秘人和凶手有着很大关系 而且这位神秘人非常有钱 捐了大量资金给女州长的团队 不然女州长也不会在案发当晚这样做 毕竟只是点了一份餐单也没什么大不了 谁能想到却把胖子害死了 而且还有一件事女州长没有说 那就是案发当晚女州长其实是在艾莉毒鬼弟弟的房间 至于干了些什么就请大家自行脑补 另一边艾莉忽然发现自己的宝贝女朋友丢了 她找遍了整个邮轮都没找到 却遇到了正在打掉瓶的李家女儿 因为之前两人曾经是情侣关系 而李家女儿也对两人之前的感情念念不忘 所以这次遇到了就打算让艾莉回心转意 其实艾莉完全可以以两人之前的恋情为由 让李家为自己的家族投资 可艾莉却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拒绝了李家女儿的复合请求 至于西庄姐此时却来到了监控室 调查监控视频中丢失的部分内容 所以她开始询问值班安保 案发当晚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属实有些尴尬 因为安保总不能说自己那晚在和金发妹修修 而就在安保不知如何解释时 恰好到了西庄姐要吃午饭的时间 这个对时间要求无比苛刻的女人 就这样放弃询问开始炫饭 而金发妹在邮轮老板的帮助下 也将账本拿了出来 可失望的是账本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除了很多赔偿的账单 就是那些穿了艾莉公司制造的衣服 从而导致患上癌症的赔偿单据 这也是整个科利尔家族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经过一番寻找 没想到竟然在账本里找到了一张蓝色单据 这张单据就是科利尔家族使用违禁品的单据 看来很可能是胖子发现了这张单据所以才被人灭口 可一时之间线索仿佛又断了 直到很快金发妹就发现了艾莉的女友 只见她偷偷地顺走了一把小刀 还将一坨绳子放进了包里 这样的行为让金发妹有些疑惑 所以就悄悄地跟了上去 紧接着更奇怪的事发生了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姐姐的女友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可走廊的尽头却是个死胡同 难道这里还有其他暗道不成 于是她开始寻找墙壁上的缝隙 很快一点钢笔墨水吸引了她的猪 她忽然想起姐姐女友的头发上 好像就别着一把钢笔 想到这里她将耳环摘下 插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孔里 下一秒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暗门 与此同时西庄姐也开始继续调查 监控画面丢失的事 于是开始召集所有安保人员 可结果那名在案发当晚值班的安保 却没有来 西庄姐马上对其房间展开搜查 结果竟在她的房间里 发现了很多本护照和违禁品 原来这名安保人员 竟然是一名通缉犯 此时她正潜藏在这艘邮轮的一个角落 在确认了安保是通缉犯后 鲁夫斯开始询问邮轮老板 是如何认识这名通缉犯的 因为这名安保是老板招募进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老板也只能说出事情 原来就在这次邮轮开船前 邮轮老板竟然被一伙人抢劫 好在有安保及时出现 这才就下了老板 她也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 上了邮轮 现在看来这一切 显然都是安保故意安排好的 因为这次事件也让案件再次升级 西庄姐宣布自己正式接管这艘邮轮 恰好此时李家女儿在艾莉的房间 两人正回忆案发当晚有什么异常事件 结果艾莉突然想起 那晚自己和女友修修后就睡着了 结果醒来时女友却不在 当她告诉女友胖子死亡时 对方表现得也很淡定 就好像这件事她早就已经知道了一样 现在看来女友一定是隐藏着什么 另一边 走近密室的金发姐 竟遇到了那名安保 毕竟两人曾经可是一起打过针的关系 安保暂时也没有为难金发妹 她让金发妹最好不要乱动 这里还算安全 而金发妹看安保并不坏 就表示自己现在可以帮她 安保现在也确实需要人帮忙 所幸安保就将金发妹松绑 带她来到了更下面的船舱 而船舱里赫然有着一家人 显然这是几名偷渡客 金发妹以为安保是在替人偷渡赚钱 可安保却表示否定 还说自己只是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随后安保就将她带进了船舱 可一进来金发妹就注意到 眼前的女孩膝盖处有铁锈 一定是刚刚顺着通风管道爬了出去 想到这里她马上将安保拉了出去 Jules I need to question her What if she saw something She could be a witness She didn't see anything They haven't lived this room Not even once Did you see her knees her hands She went up into that vent You don't know shit Putain See I should have brought you here Hey Interpol is looking for you I don't care Yeah well I do Now if that girl can help us solve this We can prove that you didn't do it And after that I swear we will get them off this boat 听着金发妹的话 安保想来很有道理就同意了 可因为语言不通 金发妹就打算去找一个翻译 结果恰好看见来是汹汹的西装姐 她竟然发现科利尔家族的律师 被人绑在了衣柜里 从捆绑方式来看 看来律师的爱好还真是特殊 You did not tie those binds yourself Who did I don't have to tell you that You are hindering a murder investigation And you are hindering your lovely bone structure That haircut is all wrong 尽管国际刑警专员西装姐百般询问 到底是谁绑了她 可律师却守口如瓶 没办法西装姐只好将她关了起来 与此同时 金发姐将船舱里安保帮人偷渡的事告诉了鲁夫斯 还带她来到了地下船舱 可没曾想邮轮老板和主管竟也跟了过来 看见安保就藏在这里 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不过很显然邮轮老板根本就干不过安保 金发妹也在此时说出了案发 当晚她跟安保在一起打针的事 并且担保她不是杀人凶手 这才让邮轮老板冷静下来 随后金发妹就和鲁夫斯开始询问偷渡女孩 经过询问女孩表示自己在三天前爬到通风口 听见有人发出尖叫 不过却没有看见是谁发出的声音 鲁夫斯继续询问除了尖叫声 还有其他什么声音 文听此言 金发妹马上想到 这很可能是凶手将鱼枪扔在地上的声音 紧接着女孩还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她还听见了高跟鞋的声音 也就是说凶手是一名女性 随着询问结束鲁夫斯走了出来 却看见主管的脚上正穿着高跟鞋 因为职业需要高跟鞋几乎成了她每天的标配 鲁夫斯马上将主管叫到一旁询问 眼看这事瞒不过去了 他也只能将实行说了出来 原来尖叫声是律师发出来的 作为主管他只能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 当然也包括用小皮鞭抽打客户 所谓有东西掉落的声音 也只是皮鞭落在地上的声音 回想律师手上的伤痕 看来主管说的是真的 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主管的敬业程度 还真是首屈一指 可问题是 鲁夫斯基的主管还有个妹妹 妹妹的口供说案发当晚 她一直都跟姐姐待在一起 难道说是姐妹二人一起抽打的律师 不过这显然不可能 所以说妹妹并没有说实话 为了能够让妹妹说出实情 鲁夫斯基的老头竟不讲武德 她当众宣布所有人在此刻恢复自由 因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杀人凶手 听见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主管妹妹更是目瞪口呆 她马上找到西装姐 表示人不是姐姐杀的 自己才是杀人凶手 随后妹妹就开始描述 案发当晚自己的作案过程 那晚自己钻进餐车 因为体重不大 所以根本不会引起注意 她一直漂浮在胖子的房间直至深夜 见时机成熟 这才用鱼枪杀了人 她还看见半夜金发妹 来到胖子的房间砸碎手表 然而让鲁夫斯没想到 妹妹的杀人动机却无比让她无语 仅仅只是因为感觉游轮上的这些人 有钱有事 生活富裕 却干着肮脏的事 是让她感觉恶心 所以她憎恨游轮上每一个人 尽管这个动机听起来就很扯淡 可西装姐却信了 也就在此时船下的偷渡客也被发现了 她马上朝着轮船底部移动 金发妹则抢先一步通风报信 让安保和游轮老板带着偷渡客离开 毕竟是发生在自己的游轮之上 老板也不想这样的事被国际刑警得知 于是马上开始转移 而安保为了给他们拖延时间 选择引开西装姐 不出意外安保就这样被抓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神秘男子却透过监控看见这一切 甚至游轮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在神秘人的监控之内 案发当晚每一个人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也都被神秘人记录了下来 也就在此时 女州长就收到了一封邮件 打开一看里面赫然是自己跟爱丽弟弟的不雅照片 另一边侦探鲁夫斯却在地下船舱里 发现了藏起来的爱丽女友安娜 她告诉鲁夫斯自己之所以藏起来 完全是因为一个叫鲍刚的男人 听见这个名字鲁夫斯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 这可是她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对付的仇人 当年金发妹的母亲被杀一案 就是因为鲍刚而被迫终止 紧接着对方告诉鲁夫斯 那个主动认罪的服务员只是鲍刚的一个工具而已 她的可怕之处让人无法想象 很显然安娜可能也遭受过鲍刚的虐待 不然不可能知道这一切 可让鲁夫斯没想到的是 安娜却说自己其实是一名记者 这些年一直都在和一位警探调查鲍刚 可就在前段时间那位警探被鲍刚设解而被撤职 好在警探将他调查到的证据给了自己 可也就在那晚他的车子就突然失控而发生了车火 自那以后安娜就从不相信任何人 刀阔和他同床共枕的爱丽 因为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鲍刚的人 而随着西庄姐抓到安保找到杀人真凶 她以为一切可以就此结束 于是就在邮轮上晒起了太阳 享受着工作后的欢快时光 可就在此时 那个习惯被虐待的律师却找了过来 还说自己非常喜欢那种被鞭打的感觉 她一眼就看出西庄姐年过五十一直很压抑 内心也在渴望着这种刺激 所以希望西庄姐今天晚上来自己房间鞭打自己 说完也不等西庄姐反应就离开了 到了晚上西庄姐竟真的来到了律师的门前 看来接下来的画面一定无比刺激 至于鲁夫斯这边因为得知了安娜和她说的一切 所以她找到了主动认罪的女服务员质问 面对女服务员的回答 鲁夫斯没有任何意外 而就在安娜离开的这段时间 爱丽为了自己的家族还是选择了牺牲自己的身体 和李家女儿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 而李家女儿也答应爱丽会劝说李家奶奶 再次考虑投资克利尔家族 为了家族而出卖身体的爱丽 也终于见到了消失的女友安娜 因为愧疚她本打算和安娜做一些羞羞的事 可没曾想安娜却让她跟自己下船 还说这里现在很危险 说不定何时就会发生更加恐怖的事 面对像是换了个人一样的爱人 爱丽无论是为了家族的投资还是个人原因 都没有下船的理由 她还以为是因为之前的那次车祸 让安娜的心理患上了疾病 于是就请来心理医生为安娜献上治疗 安娜一看爱丽如此不信任自己 她也在此时提出了分手 可爱丽却认为这是根本没必要发展的如此严重 安娜却在此时表示 她知道爱丽怀疑过自己是杀死胖子的凶手 可自己那晚之所以回去找胖子 只是质问她为何要跟踪自己 而胖子也将自己正在调查爱丽家族被勒索的事 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在调查报纲 那晚安娜还提醒胖子 报纲无处不在 不过很显然胖子并没有在意 以至于在当天夜里就被人灭了口 就在此时爱丽的手机响了 她用身体换来了第二次和李家的谈判 爱丽只能起身离开 与此同时 金发妹和邮轮老板也已经将偷渡的一家送上了案 他们按照安保所说 联系上了接应的舌头还给了对方五万哦 至于接下来的事他们就不用管了 随后两人干脆就在附近的酒店开了房间 因为他们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鉴定蓝色账单 邮轮老板表示可以介绍金发妹认识一个辩认专家 第二天两人就来到了约定地点 辨认专家看了看单据 表示自己要拿走进行分析 可这下金发妹却不干了 因为这单据对她无比重要 说不定就能找到杀害自己母亲的线索 此时一旁的邮轮老板却出言劝说金发妹 表示这专家是自己的朋友 就算你不信专家还不信我吗 眼看邮轮老板都这样说了金发妹也不好拒绝 就这样让所谓的专家将账单拿走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却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只能加快脚步利用帽子混进人群 然后马上钻进了出租车里 再回去的路上 可能是这两天的朝夕相处 金发妹竟对这个一直给予自己帮助的男人产生了好感 两人竟然就这样在快艇上亲了起来 而另一边李家和克里尔家族也再次坐上了谈判桌 可让艾莉没想到的是 李家女儿却并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运行 而且要用30亿满下他们家族51%的部分 这下艾莉知道自己被耍了 当然我们不能娶着这个 如今虽然名义上艾莉是集团董事长 可实际的掌控人却一直都是她的父亲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艾莉的父亲却起身选择了同意 面对这样的结果 艾莉不明白父亲为何会选择同意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安娜却开始在房间里寻找着什么 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摄像头 她叫来了鲁夫斯和主管 主管带着两人来到了监控室 开始寻找是谁在客房里安装了监控器 可查了半天却都一无所获 然而就在这时鲁夫斯突然看向了一旁的邮轮路线 她忽然意识到这艘船去过很多地方 而那个最神秘的鲍刚就很喜欢购买邮轮 难道这艘邮轮的实际控股人会是鲍刚 想到这里鲁夫斯就来查看轮船的结构图 她询问女主管这个房间怎么没在船上看见过 听着女主管的话 鲁夫斯带着两人 拿着斧子就来到了平面图上的位置 鲁夫斯对着墙壁就开始猛砸 很快就发现了墙壁后面冒出了蓝色的光 随着几人进入这个房间 眼前的一切却让他们目瞪狗呆 因为这里竟然藏着海量的服务器 毕竟这艘邮轮上有上千的房间 所以这些服务器也是必备品 主管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全都是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此时的鲁夫斯最怀疑的人莫过于邮轮的老板苏妮 因为名义上这艘邮轮都是她说了算 所以这件事她应该知道 也就是说有很大的可能苏妮认识幕后黑手曝纲 另一边自从女州长收到神秘邮件后 就打算和艾莉的弟弟结束这段关系 所以女州长就找到了艾莉的弟弟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最终她还是没能抵抗荷尔蒙的诱惑 两人再次开始了打针的过程 而西装姐也在此时和律师玩起了虐待游戏 实在想不到一本正经的西装姐竟然也会有如此爱好 艾莉姐弟俩也因为李家投资的事 在KTV里放声高歌排解心中苦闷 而罪易难平的还是金发妹 她已经和轮船老板一起打完了针 而苏妮也趁着四孝无人拿出了一部卫星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原来苏妮竟然真是曝纲的人 只不过苏妮好像有什么把柄在曝纲手上 她本打算通过这通电话拒绝再当曝纲的傀儡 可曝纲却告诉她 刚刚她跟金发妹打针的画面自己已经录了下来 也就在此时 金发妹就跟鲁福斯破门而入 看来鲁福斯已经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她 她知道打电话的人就是曝纲 苏妮见状赶忙解释 自己并不是曝纲的小弟 可鲁福斯却戳穿了苏妮隐藏的秘密 这艘邮轮的购买资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曝纲出的 而且目前这艘邮轮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 可苏妮却还能一直让邮轮正常运转 这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 也就是说邮轮的背后是曝纲一直在为苏妮输送资金 可即便所有事都被鲁福斯说中 苏妮却依旧死鸭子嘴硬 毕竟两人才刚刚打完针 在金发妹的逼问下苏妮还是说了实话 不过她虽然给曝纲干了不少事 却自始至终没见过曝纲的样子 一切都是通过一个中间人下达的指令 也就是在岸上跟踪金发妹的那个人 而一切也如鲁福斯所想 自己之所以会给曝纲做事就是为了曝纲的资金 这样她才能继续维持邮轮运转 而作为交换条件 苏妮需要提供游客的所有资料 而曝纲就通过摄像头拍下这些人的秘密 毕竟能上邮轮的人都是达官显贵 曝纲就是用这种方法不断控制权贵 以达到自己手眼通天的目的 另一边邮轮之上竟又发生了命案 而死的人竟然就是女州长 她突然匆忙地拿着一个文件找到西庄姐 扬言这就是爱丽家族公司违规的证据 可当文件被打开的那一刻 西庄姐却发现这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完全就是一张张的白纸 也许是急火攻心 又或许是被人吓了毒 女州长竟突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然后就浑身无力地躺到了地上 爱丽的弟弟看见女州长突然吐血而亡 却一脸恨意地看向了律师 上去就给了律师一拳 西庄姐将这件事定义成了谋杀 一场全新的调查也随之开始 而知州长死了 鲁夫斯也赶了过来 他将邮轮被爆刚装了摄像头的事说了出来 文听此言西庄姐也马上认为 女州长手上应该是真的有 科利尔集团的违规把柄 只不过是在拿给自己看之前被人换了 可问题是 如果这一切是爆刚干的 为什么他会维护科利尔家族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找到杀害女州长的凶手 于是金发妹趁着女州长去打电话 向上级寝室的时候 来到了女州长的尸体旁边 无意间发现她的胳膊上有很多针孔 金发妹回忆了一下 这些针孔都是主管的妹妹为女州长输液时 一次次扎上去的 所以鲁夫斯几人就让女主管带着她们 找到了被关起来的妹妹 不知为何 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肯开口的妹妹 这次竟然主动交代起自己是如何认识爆刚的 事情发生在一年前 那是阿珍的一个闺蜜 因为工厂污染导致自己的闺蜜流产 结果闺蜜因为接受不了打击而选择了自杀 也就在那时爆刚的人找到了她 还说可以替阿珍的闺蜜报仇 而那也是她第一次帮助爆刚杀人 自那以后阿珍就成了爆刚的杀手 因为爆刚让她杀死的全都是万恶的资本家 而且阿珍还承认女州长也是自己杀的 她在女州长的调评里注射了慢性毒药 她知道女州长是个喜欢被男人扎针的女人 只要她最近被扎了针就会让毒素进入心脏 从而毒发身亡 听着妹妹的话身为主管的姐姐实在是气得够呛 然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阿珍从未见过爆刚的真面目 对方一直都是通过其他人联系自己 眼看如此 众人只好离开 而鲁夫斯在这之后也发现 阿珍口中的那个工厂 就是克里尔集团名下的 恰好此时苏尼这边也传来了消息 正是之前案上的那名鉴定专家 她已经鉴定出这份蓝色单据的开局时间 正是金发妹母亲被炸弹炸死的那一年 也就是说爆刚之所以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惩罚克里尔家族 惩罚内的有毒的工厂 爆刚当年之所以会杀死自己的母亲 也是因为当时自己的母亲是克里尔家族的助理 同时也是这家工厂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想到这里金发妹质问甘姐姐艾莉 他们集团名下的这家工厂到底污染了多久 艾莉没有否认工厂污染的事 不过她却说在发现之后不久就把工厂关了 这些有毒面料的衣服让成百上千的人患病 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眼看金发妹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艾莉这边也火了 声称金发妹这些年享受的一切 不都是自己家族给的 如今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 这简直就是在掩耳盗铃 听见这样的话金发妹沉默了 因为艾莉的话确实如此 这些年她是在克里尔家族的庇护下长大了 因为这件事曾经的好姐妹也在此刻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安娜已经通过服务器 找到了大量的游客录像 所有人的私生活都尽收眼底 就连自己跟艾莉在一起的激情也被拍了下来 主管看着屏幕 心想自己跟律师的那些辣眼睛的画面 一定也在里面 然而就在安娜准备利用这些录像进行反追踪的时候 却她喵得停电了 一时间整艘邮轮都陷入黑暗 备用电源的灯光微弱 游客也因此陷入恐慌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律师进来到家坂打算跳海自己 鲁夫斯和金发妹赶了过来 结果律师却对鲁夫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随着话音刚落 她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看着坠入海中的律师 金发妹不知她的遗言是什么意思 难道鲁冈现在就在这艘船上 而目睹这一切的主管也无比伤心 毕竟两人曾经也是小皮鞭抽抽打打的关系 然而作为主管 现在还有很多事需要她来处理 与此同时金发妹和鲁夫斯也来到律师的房间搜查 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可金发妹找着找着却突然记起了小时候的记忆 另一边李家和克里尔家族此时都在餐厅里 克里尔家族本打算跟李家搞好关系 可李家人却似乎知道了一些事情 事实李家奶奶好像很看不起艾莉的父亲 你在我国做了四十年的生意 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学我们的语言 眼看李家奶奶话中带此 父亲一气之下直接转身离开 可让艾莉没想到的事 此时的李家奶奶却说艾莉不是她父亲亲生的 此话一出如同晴天一霹雳 她看向母亲 见母亲神色不对 马上就意识到李家奶奶说的是真的 她气愤地质问母亲到底谁才是自己的父亲 面对女儿的质问 母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承认 还说你的父亲刚刚已经死了 这下艾莉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会是自杀的律师 一旁的弟弟面对如此惊天大怪 一时间内心也是翻江倒海 她联想了一下律师和姐姐的长相 你别说还真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 母亲解释自己当时是过于寂寞 忘记了安全措施这才酿成大错 可母亲这一错不要紧 却断送了艾莉的前途和继承权 弟弟此时和姐姐一样 她有一种预感说不定自己也不是亲生的 结果母亲却在此时骂了牧师一句滚蛋 随后就离开了餐厅 这下所有人又猛了 李家人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心说还真是吃了不少瓜 也就在这时想起了一段记忆的金发妹来到了这里 她说自己想起了小时候死去的女州长曾找过自己的母亲 还说什么证据没有用 结果第二天自己的母亲就被炸死 但是她却记得女州长说的证据里 有一个是关于李家奶奶的 因为李家奶奶曾经就是她母亲的证人 所以金发妹这次过来 就是要询问李家奶奶 面对金发妹的疑问 李家奶奶也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那是50年前的一天 她和自己的丈夫都是纺织工厂的工人 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就在这天工厂里来了一批新料子 结果正在工作的丈夫就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然而只有妻子知道 丈夫的死其实是这批服装的面料散发着剧毒 为了给丈夫报仇 年轻时的李家奶奶用自己所有的积蓄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厂 随着时间流逝20年后 李家奶奶已经坐拥几十亿资产 拥有了和克利尔家族抗衡的实力 也就在那时金发妹的母亲找到了她 而两人目的也不谋而合 那就是举证这些毒品材料 让当年的真相浮出水面 也就在此时 听见李家奶奶说到了自己的母亲 金发妹马上就意识到 自己母亲的死很可能就是艾莉的父亲做的 因为母亲要举报克利尔家族 所以她才痛下杀手 金发妹想到这里果断转身跑了出去 找到了正在家板上思考人生的艾莉父亲 她开口就质问道 艾莉此时走了过来 表示父亲患老年痴呆已经很久了 但却一直隐瞒得很好 然而即便如此 这却不足以说明艾莉的父亲不是凶手 艾莉则表示父亲不可能会伤害你的母亲 因为她爱你的妈妈 金发妹一听尽自顾自地走到了干爹身旁 开始用母亲的口吻说话 眼看痴呆的干爹果然将自己认成了母亲 金发妹也直奔主题的质问 为什么她明知道那些面料有毒却还要投放市场 结果干爹却怒吼着告诉她 自己手下还有上千名工人需要养家糊口 我当时试图向你解释 可你却丝毫不听 金发妹就这样一点点套取重要的信息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金发妹也问出了最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你为什么要杀了我 听见这样的话 无论是艾莉还是金发妹 全都惊讶的无话可说 另一边因为律师的死 主管这边念及两人皮鞭之情 就开始查询她自杀的原因 结果就发现律师喝过的红酒被人动了手脚 上面的红酒塞赫然有一个针孔 这说明有人给律师下了毒 而且这船上还有曝刚的手下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人都很危险 主管见状放了苏尼 让他下船去找救援 而这边收到主管的消息 鲁夫斯和西庄杰也对船上的一名服务员展开审问 因为就是他把这瓶有毒的红酒给了律师 可面对这样的指控 这名服务人员却表示自己无比冤枉 因为他只是按照一位顾客的要求 把那瓶红酒送到了指定的房间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顾客到底是谁 很快服务员就说出了这个客人的身份 竟然就是艾莉的母亲 而就在所有人惊讶此人的身份时 却突然听见一声尖叫 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 艾莉的母亲竟然死在了游泳池里 所有人都来到了泳池边 而此时天空之上一架直升机 正打算缓缓降落在游轮之上 他们都以为这是西庄姐叫的救援 可西庄姐却很明确地告诉他们 与此同时本打算去找救援的苏妮 却发现救援用的游艇不知被谁事先开走 而且苏妮还听见了定时炸弹的嘀嘀声 她顺着声音一看 竟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玩意儿要是爆炸了 整艘游轮都会被炸得稀巴烂 而这边直升机也已经落到了游轮之上 从上面走下来的人全副武装 这竟然是鲍刚的手下 为首的人叫杰克也是鲍刚的得力助手 他一下就将西庄姐打晕 随后下令将游轮上的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接下来他要代表鲍刚和这群人玩一场游戏 获胜者可以跟自己离开 不过他的直升机上只有九个空位 这九个位置大家可以花钱购买价高者得 输掉的人就只能留在游轮上被活活炸死 而且杰克还表示 之前游轮上死的人都是死有余辜 他们都是有罪之人 然而在他们开始游戏之前 一些无辜的人他们可以先行离开 自己会安排人送他们上岸 而这其中就包括侦探鲁夫斯 虽然不知上岸是真是假 为了上岸后去报警鲁夫斯只好先上船离开 而此时的轮船上 杰克已经按下了倒计时 他们只有六十分钟的时间思考 为了活下去所有人只能花钱买命 而且似乎轮船上的人最不缺的就是钱 可问题是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有钱 才会在竞争中变得需要更多的钱来买自己的性命 不过好在里家那三十亿 昨天就已经打到了科利尔家族的账户上 听见姐姐的话弟弟这才放心不少 与此同时金发妹几人也在房间里商量对策 相比李家和爱丽他们 他们似乎是整艘船上最穷的人 不过现在看来乘坐直升飞机才是唯一的活路 而争取活路的位置途径就是参加竞标 可参加竞标就会必输无疑 到最后还是个死 一时间生死之路仿佛成了一个死循环 而就在几人商量对策时 金发妹却压根没打算通过竞标的方式活命 他分析杰克之所以会让鲁夫斯离开 完全是他们害怕鲁夫斯太聪明 想到破解之法找到鲍刚的身份 也就是说鲍刚很可能就在邮轮之上 听金发妹这样说 所有人都感觉似乎很有道理 为了缩小范围 尽可能地找出鲍刚的身份 主管拿出了一份游客名单 不过这样的方法太浪费时间 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金发妹却在此时想着 如果鲁夫斯在场 他会用什么方法找出鲍刚的身份 如果是他在他 一定会去找那个知道答案的人 与此同时牧师找到了李家奶奶 希望他能借自己几个一应应几 毕竟自己可不想死在这里 然而让牧师没想到李家奶奶不光不借钱 还表示自己不可能参加什么竞票 那就是一个无底洞 告诉他我不会给他买票的 我不会买任何票的 我不会跟他玩这种游戏的 一旁的孙女听见奶奶如此 马上恳求奶奶改变主意 他还年轻不想就这样死在船上 可李家奶奶决定的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然而为了活下去 李家孙女竟主动找到杰克 表示自己的奶奶不肯出钱 不过自己可以成为抬高架码的工具人 等下出去他就会四处散播消息 自己花了十个亿购买了一个座位 这样后面的人就只能比十个亿高 文婷此言杰克马上握手同意 毕竟这样可是给他省去了很多时间 随即杰克就答应 可以给李家孙女在飞机上预留一个位置 而这也正是他想要的 很快座位被炒到十个亿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邮轮 金发妹也在这之后找了过来 她这次来墓地是得到一些关于报纲的信息 于是就开始旁敲侧击地和杰克聊天 而且就在金发妹走进房间时 她无意间看见了死去胖子消失的那本随身笔记 这东西对于现在的金发妹来说无比重要 于是她故意转移杰克的注意力 偷偷将那本笔记偷走了 随后金发妹就再次回到了众人的房间 他们开始翻找笔记 希望能从中找到关于报纲的重要线索 可经过一番查看 金发妹发现这笔记竟然被胖子加密了 不过好在这加密的方法曾经的鲁福斯告诉过他 可就在几人费尽心思的破解笔记时 爱丽的弟弟汤姆却跑了进来 还说自己的姐姐丢了 原来就在刚刚 因为李家孙女的行为让汤姆信以为真 他真的相信此时的价格已经到了十个亿一个座位 情急之下汤姆准备用李家投资的那三十亿 买他们全家的四个座位 不过克里尔家族现在应该是五个人 看来汤姆是放弃了他那个老年痴呆飞青飞顾的父亲 可就在他准备转账时 却意外发现躺在那里吃利息的三十亿 竟然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也就在此时杰克却拿出了一张三十亿的纸票 上面还有爱丽父亲的亲笔签名 这竟然是牧师利用爱丽父亲老年痴呆的优点 哄骗旗开出了巨额纸票 面对忘恩负义的牧师 汤姆足足骂了他三分钟不带虫样的 可牧师却无比开心 甚至还对汤姆说 因为牧师的背叛让克里尔家族的账户如今一毛钱都没上 这也让汤姆的求生之路举步为奸 为了活下去 他打算和自己的狐朋狗友发孤男医生劫持直升机 可在那之前他还要带着姐姐爱丽一起走 然而他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姐姐的身影 与此同时因为时间所剩无几 所以发孤男决定不等汤姆先动手 让他没想到的是 邮轮上竟然没人看守飞机 这可把发孤男高兴坏了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发孤男马上启动飞机成功跑路 可结果还没开出去多久 飞机就在天空之中爆炸 原来杰克早就料到会有人作弊 而这就是作弊的代价 另一边正在解密胖子笔记的金发妹几人 竟然发现在旅客之中 竟然有一个人不在名单之中 也就是说这位神秘旅客就是鲍刚 为了找到鲍刚 金发妹开始回忆 既然胖子记录了下来 就说明胖子见到过这个人 可他回忆了跟胖子见面的所有场景 却始终一无所获 不过好消息是众人发现 牧师的儿子小黑在用手机拍摄视频时 将这位神秘人的样子拍了下来 虽然小黑之前和鲁福斯上了救生船 不过他的手机却没有拿走 而且现在手机就在牧师的手里 为了防止牧师不交出手机 主管带着安保直接找了过来 眼看安保是一名通缉犯 而且还很暴力 牧师一时间也不敢不交出手机 随后众人开始翻找视频中的可疑人物 终于发现了鲍刚的真面目 而这个人竟然是西装姐 众人清楚地记得 拍摄视频时西装姐还没有上传 也就是说他就是鲍刚无疑了 胖子就是因为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而被灭口 就连律师也是一样 讹知鲍刚的真实身份 金发妹怒不可遏 随即就找了过来 可让她没想到随着她看着西装姐的脸 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这竟然是自己已经被炸死的母亲 就在母女俩谈话间 炸弹已然炸响 价值数十亿的邮轮开始沉默 西装姐希望女儿跟着自己离开这里 可金发妹却表示拒绝 眼看女儿如此倔强 西装姐只能将后面自己的计划说出来 她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一艘可以喝在千人的救生艇 不出五分钟就可以赶到这里 她这样做也只是想给这艘船上的人一个教训 而这也就是李家奶奶不会出一分钱购买座位的原因 听着母亲这样说 金发妹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跟着母亲上了救生艇 随着母女俩来到了安全地带 金发妹看着眼前的母亲 要求她将当年的所有事都说出来 毕竟自己这么多年都以为母亲死了 还傻呵呵地在寻找杀害母亲的凶手 而随着母亲将一切告诉女儿 一个不为人知的肮脏勾当也在此刻浮出水面 金发妹也将自己想象成了母亲的角色 带入到了二十年前 原来当年的母亲因为举报科利尔家族的事 在这天夜里遭到了一名杀手偷袭 好在当时侥幸逃离 这也让母亲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这里 不然迟早会被科利尔家族干死 可是自己的女儿才六岁 她不可能带着金发妹浪迹天涯 于是母亲选择了假死 那场爆炸其实是自己制造的 为了让人相信她还拔下了自己的两颗牙齿 而在这之后一切都和母亲想的一样 出于愧疚 科利尔家族收留了金发妹让她衣食无忧 而母亲自己则改头换面 经历了三十六次诊龙 加上瞳孔变色和声带手术 这才成为了现在的西装姐 这些年西装姐也明白了一件事 真正的权力其实一直都在那些资本家手里 他们用手中的金钱随意驱使平民 用肮脏的谎言和勾当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富人只会越来越有钱 穷人只会越来越贫穷 所以西装姐希望女儿能够帮助自己 如今自己兵强马撞 完全可以和那群新黑的富豪们硬钢 而这也就是她给自己取名为曝刚的原因 听着母亲的话 此时的金发妹却满眼恐惧 因为她感觉自己老妈就是个疯子 母亲表面上这样做是为了正义 可她却伤害了无辜的人 也就是那个死去的胖子 只因为她发现了母亲的身份 母亲就对她痛下杀手 这样做和那些资本家有什么区别 面对女儿的质问 西装姐却表示自己也无可奈何 胖子她必须杀掉 不然所有计划都会功亏一篑 与此同时 身处远阳渡轮上的鲁夫斯 正在寻找金发妹的身影 却一直未能找到 看来金发妹应该是被曝刚的人带走了 此时的鲁夫斯也没想到 这几天一直在自己眼前晃悠的西装姐 竟然会是最终宝 看着价值几十亿的游轮沉没大海 苏妮的心仿佛在滴血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里金发妹一直都在西装姐的身边 母女俩甚至还在阿尔卑斯山滑起了血 然而作为首领的西装姐 却还在指挥着自己的手下 对世界各地的富豪动手 然而就在这天 金发妹却叫来了侦探鲁夫斯 当西装姐看见鲁夫斯出现在自己眼前 一种不好的预感也由然而生 她本能的伸手摸向了桌顶 那里藏着一把手枪 而此时的鲁夫斯 却在自顾自地对着金发姐诉说 自己查到的所有谜底 她做了这么多却唯独没有对罪魁祸首 也就是爱丽的父亲做什么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 而她之所以会这样 完全是因为爱丽的父亲已经得到了惩罚 那就是她每天都喜欢喝的饮料 在西装姐的暗箱操作下 她的饮料已经变成了慢性毒药 这也是她会患上老年痴呆的原因 而讽刺的是 这些饮料里放入的毒药 其实就是科利尔家族当年有毒服装的原料 鲁夫斯之所以会说这些 并不是希望西装姐承认 而是要告诉西装姐 在邮轮爆炸之前 他们就将所有的服务器抢救了出来 里面的所有证据足够金发姐被法律制裁 至于手枪也早就被人提前将子弹取了出来 放眼望去 其实餐厅里的所有人都是便衣警察 随着所有便衣警察将西装姐包围 传说中的曝刚也终于被带过 可一切的一切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因为这一切竟然也在西装姐的既旨中 很快西装姐的手下就找到了爱丽 毕竟爱丽的把柄还在西装姐这里 原来爱丽母亲的死并不是西装姐安排人干的 因为母亲的私生活过于混乱 致使自己成了野种 这让爱丽对母亲心生恨你 所以她拿起了泳池边的雨伞 上去就给了母亲一下 结果雨伞的头部正好割断了母亲的大动漫 情绪失控的爱丽就这样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而且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西装姐看见 她直接表明自己就是曝刚的身份 随后让爱丽将一切罪责都嫁祸给自己 这也让爱丽洗脱沙姆嫌疑 如此大的人情爱丽自然要还 这也是西装姐留的后手 第二天滑雪场里就突然出现一具被分割的尸体 这尸体到底是谁 看来就要等第二季才能揭晓